靖邱 那他想要請問阿寶老師 他的作物是不是白粉碧 那治療的藥是什麼東西呢 那他有附上照片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作物 補啊 好 扁鋪嗎 嗯 這應該是補不得了 這應該是補啊 那過了 在這段時間就是漏水啦 還是說這個 就都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呢 這個山形有這種的 一些這個白海 不過有的布 或是像金鋪 這類的 有時候蝦子會稍微 這個金金金金 那麼不一定是 但是蝦子有比較暗 所以要稍注意一下 這一般來說 我們如果是白粉餅白粉碧 如果是有的 有的像金鋪比較明顯 鋪子要更少看 但是有鋪子也有的效果 金金 有一點銀色的那種銀色就不一樣 但是你如果是 啊 像說你是戳一的像白粉這種的 那麼這有可能 就是很有可能 是這個 鋪子裡面的這個白粉碧 這這段時間 天氣有一點點涼涼 然後又比較乾燥 那麼這種的 這都很有可能 這 如果是到白粉的時候 無論是蝦子 它的病 你要注意這個開花 所以這個 確實是有比較折瀚 所以 啊 我是覺得說這個 經理 那個 電視看起來是不錯 但是呢 啊 這個 肖子 這確實是有比較折瀚 那麼應該是這個 supway 可能你還是要 要稍微處理一下 這要折瀚 啊 還是說你給它撈 撈下去 你才會順 一般 看起來 受到比較紅 稍微 這大料還不錯 但是呢 太過頭 暗通風比較不好 他就比較容易刪成白粉 這陣子呢 啊 不怕 漏粉比較沒那麼嚴重 不怕 電動是這個白粉跟什麼 比較疲傷 因為它疲傷在這個優格館上 它在頂點頂點 有時候 不一定會翻歐 好 要一點點 去噴到水這種的 在個管上 如果是 湿氣比較重 它就會翻歐 那麼有這種的情形 白分白 通常就是 它有一種 這個 灰白灰白 這種的 這個 這個 板點 慢慢 他就很大 有時候少年 連整片蝦子 但是 這 橫橫這樣看 真的也看不出來 因為 這個 你說 它有白粉病 我看起來是看 看比較沒有 有時候 它是一個銀色的 這個 這個 這種 有的 這個 新品 就比較不會 但是如果是白分白來講 這個通常的 這個 如果沒有概念中 以紅 麥克林 還有沒有就是這個 飛克利 這個 1 有一個 飛克利 再來就是 山德芬 山泰芬 這兩種 這也是可以 那麼 比較出名 裡面應該就是 這個 芬瑞末 芬瑞末 現在這種芬瑞末 不芬瑞末 一瓶瓶瓶的青春苗 但是你不可以每次都擲 要說你 如果 確定是這個白分 因為一般白分 白都會看到 一開始會看到 你紅點紅點 地區的表面 來就有看到 他的白分 走出來 那麼 一般通常就是說 在這個 比較大 更爽 比較不足的 這個環境 他就比較容易 三星 不過你這個看起來 實在看不出來 是這個白分的 這個情形 但是 或許有可能 有可能是這個白分 沒問題 但是 看不出來 這個確實我把它放大的時候 好像也看不出來 是有這種 白粉餅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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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板點 因為你如果是幾屁 因為白分 不會說 不會說一開始 一開始 一開始就幾屁 一通常都是 剛開始一點點 一鍋一鍋慢慢慢慢 褐大 慢慢慢慢褐大 慢慢慢慢褐大 這樣 有這種 你如果是幾屁 有些微白 有一點銀色的 這個 這個不見得 不見得是這個白分病 不過也是 因為這個看不準 所以 還是要小心 你如果是說 對 沒有錯 是這個白分病 如果是這樣 可能我們好朋友 你就可以稍微 稍微來幫你注意一下 那麼注意 相關的 這個白分病 一種風地 那麼剛才說的 這些油 你都可以在這個布子裡面 可以輪流 他可以輪流的一個 這個 輸用 那麼 在風地上應該有一定的 一個好個 這白分 怕水 所以如果是在煮的時候 最好就是 盡量 這個水分 還是要充足 這個水分 要比較重 很少 那麼這個水分 最重 對著我們 在這個管理上的 風地的效果就會增加 他可以增加 他的房子 這個風地的效果 所以在這個部份 可以讓我們 提前朋友 稍微做一個 了解到 那麼基本上 基本上是這種的 這些情形 那麼這種 補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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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種 這個比較沒那麼嚴重 這種 叫做 漏困 比較沒那麼嚴重 其實這陣子是白分跟漏困 都有可能 這個三星 不過 目前看起來 這個漏困 比較沒那麼吃爛 這大概是這樣的 這個 代理 這個提供給你稍微做了解 那麼 白分賣很多油 其實 可視性硫瓦粉 這個做以弘 搞命說 如果在賣 你怕這個 用藥殘留的這個問題 怕用保利美術 用這種可視性硫瓦粉 這種效果也不錯 你擲這個可視性硫瓦粉 不要再噴這種礦物油 有的人會把這兩種 加在用 這個危險性比較大 溫度計不差 溫度管的危險性帶比較重 所以要稍微注意 這般來說 白分賣我們在用的這個油 都是差不多 醫美類相關這種 要說醫美類 麥克尼 那麼芬瑞末 這都同一尺的油 山泰芬 一種 市克利 德克利 平克座 都同一尺的 這油就不要一直去 去用 定鍋機 不要像普克拉 普克拉蒙 這種 你也不能定鍋機 這油一定要去幫你 這個倫體 因為他比較難管理 所以 有時候減重的時候 是比較難管理 所以這油 不能說 對一支最好用 不見得 但是就是說 你一定要輪替 一定要交替 去用油 因為水分 或是有成功的時候 效果就很好 但是說 簡單說 就是說你在轉白分的時候 沒什麼機殼 沒什麼美角 最重要就是說 什麼人很熱 因為最多一句話 但是 這一句話就給你很重 什麼叫做一句話 給你很重 就是說 你水要轉多 就要很費工 但是就是說 對 以為水要轉多 如果說油要用重 我油要轉更重 其實 那個飛沿性帶更重 效果不一定比較好 你如果說水比較多 效果點就比較好 變成那些油 油要加重 你要加重的時候 不是說同一湯裡面 加得比較大 不是這樣 應該是 我本來 三湯轉的後 我現在用四湯 用五湯轉好後 把水量 油要的龍頭不要加重 但是我把水量加多 這種效果會比較好 這補阿亭要注意這種 這個經典 這 如果性財政典也沒問題 但是你這已經發到目高了 稍微賣這家家 這個賣稍微 稍微塑一個 讓他 料購得很好 讓他生一倍了 那麼這個效果很好 所以這裡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 這個效果真的很不錯 所以你有精力 絕對是有效果出來 在這個三龍 在這個品質都有很好的一個提升 那麼如果是白粉 因為我這次看不出來是白粉白 但是如果是這個白粉 你一定要注意 注意 就是這個用油 因為白粉油很容易消滅 所以我們在轉油的時候 尤其你如果是零製 可以 通常白粉白 零製油比較好用 零製一定比 一般一般一種 同一個油來的 零製水脂乳劑 再來就是粉劑 還是可視性粉劑 這個效果就是零製的效果 比較好 那麼在這種 就是說 會有一個差別 但是零製 如果在開火的時候 你很容易消滅 不然還有一點 不然還好 但是我怎麼算很嚴重 你如果養香瓜這類的 就是要神奇的變形 所以這給我們好朋友 先做一個參考 這大概是這樣一個情形的